龙珠超,格兰诺拉偏大结局,天下无敌的战事该登场了 遥远的西里尔星之上,几位宇宙第一之间的战斗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加斯解开封印,火力全开,格兰诺拉终于败下阵来 放眼现在,格兰诺拉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最终BOTS还需要孙悟空和北极塔来打败 然而,解开封印的加斯的战斗力要比孙悟空和北极塔高一个等级 更何况,现在的加斯已经恢复了意识,已经能够驾驭那一股狂暴的力量了 换言之,现在的孙悟空和北极塔想要打败加斯,势必要有所突破 转眼间又到了篇章大结局,孙悟空和北极塔该如何打败加斯呢? 孙悟空继续突破新形态 放眼赛亚人的变身历史,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超级赛亚人阶段,超赛神阶段以及现在的神之际阶段 截止到现在,孙悟空的自在即已已经登场三个篇章了 成了目前龙珠超动漫中最保值的一种形态 从时间上来看,孙悟空的下一个形态也该出现了 比如,孙悟空在自在即已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 达成自在即已第二阶段,或者跟随维斯学习全新的神之际 只有这样,孙悟空和北极塔才有打败加斯的希望 召唤外缘,动用关系 龙珠超神族体系上线之后,孙悟空不再是宇宙最强了 因为在他之上还有天使、大神官和拳王等神族 然而,现在的孙悟空成了一个后台很硬的关系户 宇宙最高想民权王成了孙悟空的好朋友 还送给孙悟空一个召唤戏 第七宇宙的破坏神比鲁斯和引导天使维斯也和孙悟空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依靠武力无法打败加斯 孙悟空有可能会动用外缘 天下无敌的合体战士乌吉塔登场 纵观现在的剧情,乌吉塔登场的可能性最大 下面给出原因 第一点 众人现在还不知道对付狂暴形态 加斯的办法 四十年前,巴达克打败加斯的时候 莫纳特失去了意识 他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 众人现在还没有对付加斯的办法 第二点 乌吉塔登场比较简单 纵观龙珠系列动漫 合体人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通过波泰拉尔环合体而诞生的战士 代表人物有北吉特 第二类就是通过五波龙和诞生的战士 代表人物有乌吉塔 相对来说 乌吉塔登场比较简单 因为他不需要波泰拉尔环 只需要孙悟空用道理说服北吉塔就行 第三点 格兰诺拉可以充当工具人 为孙悟空和贝吉塔融合争取时间 现在局势变成了三打一 但是,格兰诺拉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接下来还要看主角们的表现 格兰诺拉在退场之前可以充当一次工具人 为孙悟空和贝吉塔的融合争取宝贵的时间 第四点 乌吉塔再次登场会奔生一位全新战士 乌吉塔原本是东影原创的角色 后来在龙珠超、布罗利中出现 这位超人气战士成功转正 现在的孙悟空和贝吉塔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二人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孙悟空达成自在极异 走天使路线 贝吉塔精通自我极异 走破坏神路线 如果孙悟空和贝吉塔在各自最强形态下融合 就会荡生出天下无敌的战士 自在极异破坏神悟吉塔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孤孤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